马哈迪情况不容乐观 昨日 马哈迪入院的消息令人震惊 敦马在短短一个月内第三次入院 引发外界对其健康状况的担忧 国家援手后 东姑阿兹扎周日早上 在国家心脏中心拜访了马哈迪 马哈迪的女儿 拿听巴杜卡玛丽娜昨天 在一份声明中说 她的父亲马哈迪 目前正在国家心脏中心接受治疗 而母亲兼马哈迪夫人 敦西蒂哈司马 也希望各界继续为马哈迪祈祷 周六下午 首相拿督斯里伊斯麦莎比里 也在国家心脏中心探访了马哈迪尔 伊斯麦后来还发推文说 希望敦马哈迪的家人 能够坚强面对事实 柔州选举即将举行 � UA远布的格门 非常支持 不要 但却允许举行选举,并直言,冠状病毒只是为了捍卫政客的借口。 Astro Awany的主播哈欣拉曼昨天在电视直播柔佛州选举的最新消息时,这模表示。 他笑着说,因为冠状病毒,当要办集会的时候,不可以,但却可以举行州选举,理由是民主,冠状病毒只是保护重要人物的借口,这特别事件只会发生在大马。 如今,哈欣拉曼在直播中敢于发声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疯传,仅推特就累积了超过158万的浏览量。 他的一句话也收获了45700个赞,不少网友称赞他道出了事实,还描述这才是马来西亚人的心声。 然而,也有人担心哈欣拉曼是否会受到处理或受到纪律处分,并且永远无法回到广播公司。 网友们也希望Astro Awany一定要保住这名主播。 行动党柔佛州主席刘震东指出,柔佛州闪选只不过是触发全国大选的导火线,也是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与前副首相拿督斯里阿末扎西准备逃狱的通行证。 他今天在脸书贴文,分析了柔佛闪电州选举背后的原因,他还指出,马六甲州选后,他便预测巫统会想在柔佛重施故技。 我在2021年11月22日写道,马六甲州选举的结果不太可能让巫统和土团党再次结盟。 正如巫统熟理主席,拿督斯里莫哈莫哈山已经率先发声。 纳吉、阿莫扎西、莫哈莫哈山等巫统三巨头,有意推动提早举行全国大选。 他们将继续向首相拿督斯里伊斯麦莎、比里施压。 立推在2022年第一季度解散国会。 他指出,伊斯麦莎、比里高级政务部长国防部拿督斯里西山穆丁、通讯及多媒体部长丹斯里安努亚穆莎和其他几位巫统领袖。 与巫统三巨头没有冲突。伊斯麦莎、比里当然不想在席位升温之前解散议会。 如果巫统三巨头无法在联邦层级上得逞,他们是否会尝试在自己控制的周数,例如柔佛或霹雳引发周旋。 他说,自2018年5月以来,以纳吉和阿末扎西为首的派系一直在密谋恢复巫统。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两人都能脱罪。 此外,他也说,上诉庭在2021年12月8日宣布纳吉案件的上诉结果后,巫统三巨头更是感受到举行全国大选的急迫必要,而柔佛则成为了他们想要利用的导火线。 柔佛闪电周,选是巫统内部拳斗的结果。 这场闪选对国人毫无益处,摆在国人眼前的,是悬而未决的灾难与命运。 在李子佳遭竞赛,事件上出奇的沉默。 林丽颖调侃,马华是名副其实的,静静王党。 行动党假动国会议员,林丽颖讽自称,代表马来西亚华人的马华。 在我国羽球选手,李子佳和吴精威,被大马羽,总停赛两年的情况下,他们选择保持沉默,表现得很窝囊。 林丽颖发表声明称,两名羽毛球运动员,已被大马羽总停赛两年,不仅在国内引发热议。 就连国外的职业羽毛球运动员,也认为这个决定,是灾难性的,疯狂的。 他说,那两位选手,做错了什么,导致华人社区,甚至质疑政府,是否有议成的,制度化把世界排名的华人,精英子弟踢出去。 这个决定,成了国际体坛的争论,引起国内外很大的批评。 林丽颖说,最不可思议的是,马华在这件事上,竟然出奇地沉默。 他说,马华自称代表马来西亚华人,会为华人的权益而战,但在大马羽总过分对付这两位华人选手的事件中,竟然沉默不语。 马华在联邦政府,有一个部长和五个副部长,除了静静,还是静静,马华是名副其实的静静王党。 林丽颖说,虽然华社明白马华是在巫统一党联合组织的政府之下,只是一个点缀的花瓶政党,紧紧挂名,没有影响力。 但这件事,至少马华领袖可以约这两位选手出来谈谈,拍个照。 好歹可以尝试对华社交代一下,但如今却连这些门面功夫也懒得做。 他说,这样一来,华社对马华这个窝囊的,静静王党不会再有任何期待和希望。